行员响牌的融线出来假的了 假冒威劣商品 这玩意儿是深恶痛绝 老百姓都恨 您看这个假东西吧 冲刺市场 谁不烦呢 花好钱买坏货 年年喊打假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假东西跟那老鼠有的一拼 年年灭鼠越灭越多 年年打假 这假也打不掉 您说这根在哪 什么原因 这玩意儿咱也说不清 不过这个事儿呢 跟本书有关 咱们说上几句 咱说刘瑞奇 知道这事儿之后 弄不可遏 刘瑞奇心说 我一定抓住这个造假的人 插出幕后的黑手 这事儿能完吗 一定要追查到底 使他做梦都没想到 造假的人非是旁人 正是他以为是自个儿的好哥们 亲弟兄的那个江音厂的厂长 那厂长曾经发过事啊 我一定按规章办事 说的是信誓旦旦 结果是他造假 刘瑞奇那伙 撑一下撑到脑门子上 心里说话 这人真不可教 人品极差呀 这就叫说人话 不办人事儿 吃人饭 不拉人屎啊 大伙知道这事儿以后 一致公讨 横元祥那么些朋友呢 刘瑞奇那么些哥们 大伙就说 对他不能心思面软 一定严厉惩罚 一定的 有人就说把他开除 我们联盟怎么能要这种败类呢 但是刘瑞奇这个人 有个最大的长处 这个人呢 很重感情的一个人 当初怎么好来的 怎么称兄论弟来的 那好不容易啊 如果就为这一件事 一杠子砸死 有点于心不忍呢 但是又不能不问 所以刘瑞奇亲自 到了江淫这个厂 见了厂长 苦口婆心地劝他 你说你挺大人 什么事儿不明白 这一劝他 此人是哑口无言 低着个脑袋 是是是 您说的对 我错了 是是是是 我不应该这么做 是是是是 刘瑞奇说你何苦啊 现在日进斗金呢 你什么都不缺了 要这么做呀 不行啊 哎呀干脆放下 徒刀利弊成佛呀 浪子回头金不换 人无完人 金无足斥 偶然犯一回错误 情有可原 下不为例啊 是是 刘总 你放心 肯定以后没有这事儿 没这事儿 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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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下了保证了 刘瑞奇回到上海 哎 没过几天 这假东西又冒出来了 假牌 庞样 这位说人话 好销售 把刘瑞奇的苦口良言 当作了耳边风 于是旧病复发 又干起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即便如此 刘瑞奇还是难下绝情 希望的悬崖雷马 不有那么句话吗 悬崖雷马回头是爱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把事情给做绝了 还是那句话 毕竟有过合作呀 刘瑞奇是非常珍惜 与每一个合作者的友谊 但是这玩意他不好使 你想从泥潭里 把他给拉出来 他为利益驱动听不进去呀 所以到了最后 刘瑞奇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当众宣布 把他开除 这就是咱说的灰泪斩马素 那位厂长一开始还不在乎呢 怕啥 离开你地球不转了 离开你横元祥 我就挣不着钱了 有一段时间 他依然大造冒牌产品 你说这小的胆子有多大 就为了挣钱 连亲爹都不认得了 到后来怎么样了呢 造假是违法的 被有关部门给查处了 给查封了 把他的不义之财给没收了 这一下不要紧 这回杀眼了 这个厂长是痛下绝习 是追悔莫及 拍胸脯子 啪啪啪 我对不起刘瑞奇 我对不起横元祥啊 我对不起这两瓶 这个人字 刘瑞奇另外还有个朋友 叫毛二度也开的是融线厂 所以刘瑞奇决定把商标权 转给毛二度的厂子 您说邪门不 打毛二度冠上横元祥的名字之后 是裁员滚滚富甲一方啊 十几年间变成了文明苏南大帝的 亿万富翁 说着玩呢 亿万富翁 那叫钱呢 那怎么挣那么多钱 咱们现在暂时不说 以后呢 凭我慢慢到来 现在咱还说现在的事 说什么呢 在横元祥创业之初的合作伙伴当中 有四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被圈内戏称为四大天王 有关人士解释说呀 为什么叫四大天王呢 第一 曾大手笔出资救主 到了后问书啊 就是在刘瑞奇收购 横元祥的关键时刻 这四个人在数日内就筹资六千多万 解决了刘瑞奇的燃眉之急 这是一个大 二呢 是此四人现在厂子规模大 个人资产大 都发了大财 都成了亿万富翁 都成了大款呢 第三呢 这四个人追随横元祥 在风雨牧阳路上是一路走来呀 与横元祥一起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 成了当地乡镇企业的一面大旗呀 这几个人我全见过 刘瑞奇确实拿他们当生死的把兄弟 青铜手足 这个关系啊 远远超越了一般合作伙伴的关系 为了视察世界各地的羊毛企业 这刘瑞奇啊 曾经带领着他们周游列国 作飞移到各国去考察 哎 他带这些人去 有人说了 可能这厂子有钱呢 老板带着他们花钱 老板不就省钱了吗 错 刘瑞奇就是这时候好 不管带谁出国 带着下属多数人 都是刘瑞奇买单 从上飞机到所有的花销 欧元也好 美元也好 全是刘瑞奇一个人掏 他绝不能干那种占便宜的事 所以人人背后才竖起大拇指 说刘瑞奇 有宋江之才 怎么说起这话呢 宋江 海纳百川 胸宽四海 所以能容那些一百担八将 把事业干得红红火火 相反的那王伦 心胸狭窄不能容 才引来火拼王伦 小心眼的人干不了大事业 所以说这四个人跟刘瑞奇的交情 这非同一般 在关键的时刻都出手相帮 像这样的合作伙伴上哪找去 前文书咱说了 凡是一个成功者 手下都得有左膀右臂 得有四两八重 得有过命的朋友 众人捧柴火烟狗 离开这个将一事无成 正是这四个人帮助了刘瑞奇 才有刘瑞奇的今天 正是刘瑞奇提携了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才把事业干得轰轰烈烈 才发了大财 刘瑞奇的做法是放水养鱼 绝不杀鸡取卵 这是恒元祥品牌营销的重要策略 也是恒元祥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他们今天之所以大 都是由昔日知晓发展起来的 是在加盟恒元祥之后发展壮大的 搬开经济贡献不谈 更重要的是 这些企业在与恒元祥长期合作的磨练中 逐渐形成了恒元祥与所有加盟企业的 全新合作模式 这话听来有点绕嘴 其实很容易理解 上回书咱们介绍过 天王之中那个陈伯青 是头一个四大天王之首 那么还有其他合作伙伴呢 都是怎么合作的呢 今儿个咱们挨个跟您说说 除了陈伯青之外 第二个天王 姓秦 叫秦发行 咱就说说秦发行的故事 这秦发行啊 发行啥呀 有的人以为是优政系统的 其实跟优政系统一点关系没有 他呀过去当过兵 在军队里摸爬滚打多少年呢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在部队里过了几年之后 回到长江边上的张家岗市 脱下军装换上工装 成了张家岗市茅房厂的一个员工 但这秦发行啊 天生的是个当领导的料 哎 很会总结归纳 他说 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 一个是部队的连长 因为连长对我的严格要求 使自己在革命大熔炉里是百炼成钢 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二是茅房厂的厂长 他们家乡的人 唯以重任啊 使自己在生产 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学会了企业管理 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横元祥的老祖刘瑞奇 刘瑞奇对他是深传言教啊 使自己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破浪前进 掌握了生财之道啊 俗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他不是好士兵 这秦发行与刘瑞奇一个样 也是一个不肯久居人下的人啊 在茅房厂 尽管他的地位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 也深受厂长的知欲知恩 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资当债主 自立门户 办了个叫做环城融线厂的企业 不为别的 就是要创造一个自己有自己工厂的梦 那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资格要独当一面 要自立更生 处处的操心呢 首先筹钱 购置了几台专用设备 招收了几十号工人 这生意呢就风风火火的开张了 因为他过去也有经验呢 但是没有自己的品牌 没有自己的销售网络 唯一的出路就是傍大款 啥叫傍大款呢 替上海一家大厂生产贴牌融线 人家吃肉我喝汤 从中啊捞点小差价 赚点碎银子 虽说油水不大 但是保吃保穿 还戳戳有余 新发行这个人呢 志向远大 对这点收入 他不甘心 但是想破了脑子 也没有别的道道 怎么办呢 怎么能把这场子扩大呢 哎呀 现在太小了 收入也太少了 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 没想到风云突变 上到红头文件下来了 企业要大整顿 关停并转 户上的大厂纷纷于乡镇的小厂 划清界限 脱了钩了 断绝了往来 原来帮那大款也不要他了 好日子是一去不返呢 他开这厂子名叫环城融线厂 这厂子一下变成了丢弃的婴儿 断了财路了 没了市场了 新发行一下子变成了新发愁 整天是吃不下喝不下呀 更要命的是啥呀 这库里基压着全年的产品 一百多吨 无牌的融线 全场的身家性命都压在里头了 过去的香饱饱 转瞬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留也留不得 扔也扔不得呀 他就想啊 这市场在哪呢 出路在哪呢 耽误之急 要尽快把这些产品的销出去 否则真得倾家荡产了 现在没有大树可靠了 只有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了 为此这秦发行啊 脑瓜一转 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北上南下 兴销的计划 为什么要先北后南呢 他当时是这么想的 这个过了黄河北边 他天气冷 市场需要量大 那边都穿棉裤棉袄 那毛线是少不得的 或许啊 能打开一个缺口 找一条生机 这货发出去之后 在家等喜气 结果想到的是什么呢 这货物转了一大圈是完毕 归照又回来了 哎呀 秦发行没办法 给人家打电话 又是优惠 又是降价 又是打折 甚至啊 连那跳楼架都爆出来了 结果对方一点也不为所动 荣县在外的转了一圈之后 完毕归照回来了 你说咋办呢 哎 北边不行 奔南边 这叫东方不亮 西方亮嘛 哎 就这样 又把货物销到南边 还是照旧不变 原样要回归原处 咱形象得比喻一下 就像那小鸟练草一样 怎么飞 还得回到它老窝来 作品由品书八网站搜集整理 请您继续收听 这下秦发行可抽坏了 跟刘瑞奇一样 愁的都摆了头了 看来前功尽弃 我这场子是一败涂地 完了 我是无能为力了 哎 正在这时候 他想起来 听说 有个叫偶 唐荣现场的 叫陈伯青啊 这陈伯青 他怎么干起来的 听说他发了大财了 那人未必就比我聪明啊 派人打听打听 一打听 闹了半天 他是横元祥的加盟厂 秦发行一听啊 明白了 看来上海的横元祥是一条黄金路 谁跟他合作 谁发财啊 因为人家横元祥品牌有名啊 买东西就是冲牌子 谁代表不带劳力士 谁代表不带欧米家呀 谁骑自行车 不骑永久牌 凤凰牌的 谁喝酒不喝茅台呀 叫品牌的力量 横元祥他牌子亮了 好 他发财了 我也不能闲着 找刘瑞祥去 这秦发行啊 就这样找到刘瑞祥 刘瑞祥是盛情款贷啊 视为好朋友 问他来为啥 秦发行就谈了自己眼下的处境 和加盟横元祥的要求 革命无分先后啊 横元祥历来的态度就是 加盟者欢迎 退出去 你也有自由 但首要有一条 必须按规矩办事 机器性能原料来源 产品的质量 必须达到横元祥制定的标准 条件不达标 说破了天 也是白搭呀 刘瑞祥被秦发行所感动 就跟着他 一块到他那厂子进行了视察 又派人对产品进行了严格的检验 筛选调整 忙活了很长时间之后 他原来积压那一百多吨溶线 贴上横元祥的标签 叫开始畅销啊 哎呀 新发行就说呀 说来也真怪的 你说那产品怎么一经 戴上横元祥这帽子 立即就走翘 哎呀 现在行了 心放下了 机器隆隆隆隆又转起来了 钞票又哗哗哗的流进来了 三年之后 新发行的环城溶线厂的产量 由原来的年产一百吨 再撒冷一下子 猛增至年产一千二百吨 翻了多少翻呢 盈利是一千二百多万元 成了张家港式的明星企业 新发行摇身一变又变成了秦发财 这横元祥与加盟厂之间 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又坚持原则 不动有 既看眼前 更看长远 所谓朋友 咱归朋友 生意归生意 随着一些早期的厂子 逐渐的发展壮大 垄断的苗头 开始出现了 刘瑞奇的策略是什么呢 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独家垄断 恒元祥在联合体中的 霸主地位 也就是核心地位 是绝不可动摇 别人修有非分之想 只能由恒元祥来领导 联合体内的各路诸侯 而绝不能本末倒置 让加盟厂牵着 恒元祥的鼻子走 为此他想出一个办法来 叫限产和扩容 这个相结合的办法 一家厂的生产 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 马上命令他平产 或者是少量生产 限制他生产 产量跟不上去 怎么办呢 另开发新厂子 发展新的加盟厂 来满足供应 这样做的目的 不仅仅是在加盟厂之间 均贫富 做到有饭大家吃 更重要的是 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绝不会因为一两家厂出现了问题 而导致恒元祥是整体的瘫痪 恒元祥啊 联合体毕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与生产商 与生产商 经销商之间 只是合作的关系 制约的手段 它是有限的 为了一己之私 越轨 要挟的事情 不得不防啊 有人说 这是九兔三枯 也有人赞成 这是未雨绸缪 不管别人怎么说吧 这就是保证公司正常运营的一个策略 就好像清朝 那军事上的血翻差不多少 三番撤掉 如出一辙 把兵法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上 这是恒元祥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刚开始 有的生产厂家不理解 甚至闹情绪 为什么陷我生产 为什么不让我生产 叫他生产 老想独吞 不想让他人分一杯羹 但刘瑞奇的扩张 决定是不可以更改 刘瑞奇有一句名言叫做 人多了力量大 你再怎么折腾 也不行 这正是 大红旗下 成英豪 童心搭起 彩虹桥 满缘春色 赏不尽 岔子烟红 众手 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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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